大火不斷燃燒 濃煙直竄天際 公寓無撈症片陷入火海 火勢還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隊趕緊拉起水線 進行灌救 因為屋內救人都還沒脫困 還好火勢撲滅得快 消防隊立刻進入公寓內強救 順利將屋內的救人依序救出 所幸都沒有明顯外傷 但手腳都被煙熏黑了 救護人趕緊讓他躺上單架 戴上氧氣罩送醫治療 樹林 還有兩個 來 再一個 事發就在新北市板橋 四川路內的公寓五樓 16號凌晨2點多 屋主聽到碰的一聲後 發現前陽台起火燃燒 趕緊救家人躲在屋內等待救援 還好九人救出後 只有輕微嗆傷 剛剛跟屋主接觸後 他有表示說 只有聽到說他前陽台有消息 一小聲的爆炸的聲音 對 但是我們剛才在這個做藏火處理的時候 只有發現一堆雜物 那還不能確定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整氣火警燃燒面積大約5坪 疑似是雜物堆起火燃燒 但真的詳細起火的原因 都還有待火雕刻釐清 畢者尼士剛 新北市報導 雜物堆起火燃燒 還好 還有土地的聽聞